嗨 嗨 嗨 好久不見 嗨 好久不見 來 送個水果 順便來看看雨光 而且你們特別幫他打扮 大家在穿牛仔子 Yeah 今天特別有精神 好久不見 最近還好復健狀況 還可以 一點一點的在進步 很慢很慢 待會叔叔跟我們一起陪你吃飯 當時剛出來 因為他其實是早產 不到七個月 然後就是出來了 然後也是很突然的 才剛住院第二天還怎樣 他馬上突然急產 結果那個小朋友就直接 整個跟羊水一起出來 羊水沒有破 他是整個像一個 像一個太空艙一樣直接跑出來 那時候也是覺得 哇 怎麼那麼突然 因為他而犧牲自己 不想過這個問題 你會不會覺得你的自我 沒了 你的人生 好像去掉了一大半 對 當然會覺得 其實現在對工作也沒有那麼熱衷 就是常去醫院啊 又要去復健啊 所以時間很多都耗費在 他的身上 那自然我的工作 跟太太工作就被壓縮了 對 所以很多事情都可能沒辦法去做 但我們都接受 因為這個東西 確實一開始就知道 他又特別是受傷的小朋友 所以他就更要小心翼翼地對待他 然後又要什麼吃藥啦 然後睡覺狀況啊 或者是突然就呼吸啊 就會花很多心力在他身上 剛開始 畢然他就是非常的沮喪 然後也希望這個不是真的 就會一直去尋找各種的方法 那後來當然慢慢好 結果這個事情會越來越少 而且他後來有笑容 應該是 前面 因為也沒有在笑啊 或者什麼 就 沒有互動的感覺 對 你就沒有互動 對 後來就慢慢就看到他成長 然後有進步 然後有互動 覺得 就是越來越 對他有感情 然後現在就覺得他 都很可愛 就整天都 對 也就是說天使心的存在 應該會讓這些所謂的 有特殊天使寶寶們的家庭 能夠多一份力量 那天使心裡面有很多 類似的家庭 他們可以彼此的經驗 可以分享跟傳承 可以得到方向的指引 至少知心臟本身 就是家屬本身 光是這一點 就已經夠同理 今天來到我這邊很開心 因為我看到一種是非常純粹的 付出 這種付出其實它 不帶什麼計畫性 不像我們所謂的一般家庭 我們在計畫說 小孩國小 國中高中之後 要送到哪裡讀書什麼 他們是活在當下 即便這個當下有太多的磨難 又愛去克服 這一點 會讓我們這些一般平反的 父母親得到一些力量 我也希望我帶著這一份感動 在我的生兒為父母的 這條道路上面 直不時能夠在未來 遇到困境的時候 我能夠想到今天這個 白天跟這個下午 它能夠讓我有一個 重新獲得的力量 你的支持至關重要 每多一份力量 就能夠接住更多 無助的愛奇俠家庭 邀請您長期支持 與天使心家族一起 讓更多愛奇俠家庭 看見希望未來